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智达NC我是你们的风哥 好久不见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X570主板 从去年6月份Ryzen三代发布到现在 已经有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 那B450其实也在它的岗位上坚挺了很久 那么最近AMD发布了他们的B550主板 那么不少的主板厂商也有跟进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就是一款B550主板的产品 就这片华硕的B550N Plus WiFi重炮手 那这个板子其实是属于华硕的TopGaming系列 就是华硕的电竞特工主板 其实看这个包装盒大家就知道了吧 它没有多大 它就是一个MATX的板子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它 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好像跟以前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像以前的包装的话 它这样直接打开就是一个裸露的板子在外面 顶多有一个那个塑胶膜封住 那现在的话你看打开这个板子 由于它自己是带WiFi后缀的 所以这个板子其实是带无线网卡的 所以你看打开之后呢 第一眼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无线天线 然后呢这个隔板下面应该才是板子的主体 你看果不其然 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板子的主体拿出来 好我来看一下下面这些配件 好我来看一下下面这些配件 甚至还有杯垫 但是这个板子它没有杯垫 它只给了贴纸 然后这个是两条SATA线 还有一个这个IO挡板 很可惜啊这个板子的IO挡板 不是一体化集成到那个主板上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 这两个M2接口的螺丝 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 嗯 还有张小卡片 这个是啥 好这个是产品介绍页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子本身啊 板子本身的话呢 相信Toth Gaming的板子啊 大家如果平时关注这个DIY这块的话 都会比较熟悉它的风格 就是这种黄黑配色啊 所谓电竞特工嘛 你看它有一点这种啊 就是那种电竞啊 丛林的味道啊 就是类似于啊 军火啊或者是啊 军队这种感觉啊 甚至有一种迷彩 之前会有一种迷彩的风格也出现在这个Toth系列的板子上啊 但我们这一片呢就是以黄黑配色为主 然后呢 散热片这块呢做了一些那种镂空的 鞋缸处理啊 那么我们大概看过它的外观之后呢 我们大概就讲一下这个B550主板和那个B450主板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就是大家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啊 那么首先B550和B450最大不同呢 就是它原生支持这个PCIe 4.0的标准啊 就是它这个显卡的插槽啊也是支持PCIe 4.0的 然后呢它这个首个的这个M2的SSD呢 它也是支持PCIe 4.0X4通道的 也就是它可以做到64GB啊 就是小B 然后呢 除了之外呢 其实B550芯片组呢 对比这个B450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提升就是它的USB的扩展性能更强 那我记得没错的话 B450应该是有两个原生的USB3.2 GEM2的接口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10GB 小B 每秒的这个传输速率的这个3.2的接口 然后呢 B550呢 它是提升到了6个 原生6个 所以呢 它的这个扩展能力 其实呢 肯定会比B450更强 那么还有一点呢 是B550的主板啊 普遍呢 内存支持的频率都比较高 就是它可以支持到更高频的内存 好 那么我们看回这个板子本身啊 首先呢 就是供电这一块啊 供电这一块呢 这一代的B550主板的TUF啊 是比上一代供电规格是更强的 因为这一代的REZEN3的处理器啊 其实它对供电的要求也更高 像这一块板子呢 它是搭载了8加2项的这个供电 就是华硕的Doctor Mouse的供电模组 然后呢 再做了这些散热片去帮这个供电模组去进行散热啊 那么我们说呢 其实一个主板的好坏啊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它运行的稳定性上面 就是它能否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就是它的供电越强 它的用料越足 它可以保证这个U 在高频的情况下 然后也能稳定长时间的运行 这是一个主板频段它好坏的标准啊 所以呢 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对主板进行一些小小的测试 比如说我们会在烤机的时候 对它这个供电模组这一块的温度 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我们下面进入到这个测试环节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对这个平台呢 进行了接近20多分钟的烤机之后呢 理论上主板的各个元器件的发热量呢 目前已经是达到了最大的状态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用我们这个红外线测温仪来对这个主板的Mouse管的部分啊 进行一个温度的测量 只是大家可以看见啊 Mouse管这块呢 温度最高可以去到40度出头 那么整体来说呢 还算是非常的低的 说明这块板子的散热做的还不错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Ada64的这个传感器的温度上面显示啊 这个主板的PCH芯片呢 现在的温度大约是40度左右 那么跟我们这个Mouse管的芯片的温度其实差不多 那么这个温度可以说是很低了 在运行了20分钟的烤机之后呢 还能保持在这样的温度呢 其实可以说是还不错了 那么相信大家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环节呢 也看到了这个华硕这一片板子的供电模组啊 确实是还不错 就整体就算是烤机的温度也不是很高 好吧 然后呢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看到呢 其实这个板子的话 在扩展方面呢 是给到了4条的DDR4内存槽啊 就可以支持双通道的DDR4内存 那么频率呢 它是可以支持到大约DDR4 4000MHz 就是这个超频的内存的频率啊 是比上一代的B450要高上不少的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采用了这个PCIe 4.0的显卡套套啊 就是防止这个显卡对这个插槽的压力过大 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啊 然后呢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条额外的PCIe插槽呢 供大家做一些其他硬件的拓展 比如说什么采集卡之类的啊 那么储存这一块呢 它是提供了两个M2 SSD的支持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 只有上面这个离CPU比较近的这个M2 SSD的接口呢 是支持PCIe 4.0X4的 也就是说属于一个直连的接口 然后下面这个自带散热片的M2的接口呢 是支持PCIe 3.0X4的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1234个SATA3的接口啊 是6GB每秒的传输速率 那么IO接口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除了给了两个USB2.0的接口之外呢 它还给了一个PS2的这种 比较老旧的键盘鼠标接口啊 除此之外呢 它还给到了4个USB3.2 GEM1的接口啊 就是5GB传输速率每秒的这个 USB3.2 GEM1 大家只要认清这个传输速率就不会搞错了 然后呢这个按钮呢 是一个BOSS的重刷按钮 就是你可以不用U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刷最新的BOSS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两个是一个网卡 无线网卡的天线接口啊 那么说到这个无线网卡啊 这个板子呢 大家也看到它的名字了 它就是WiFi后缀对不对 它带了无线网卡 而且还是支持WiFi6的 也就是英特尔的AX200系列网卡 就是支持WiFi6 那么现在的板子啊 你看下方的这种终端板呢 它也开始支持WiFi6了 说明啊就是不论是硬件厂商也好 还是主板厂商也好 它对这个WiFi6的普及啊 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这个还有额外的一个DP口 和一个HDMI口 不过这个绝大多数人应该是用不上 因为你如果不用APU的话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卖用的啊 除此之外呢 这里还有两个接口是USB3.2 GEM2 那这个传输速率呢 就是10GB每秒啊 是小b啊 大家不要搞错了 那么它的接口呢 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Type-A 一个是Type-C啊 然后呢 这个有线网卡呢 是一个2.5G的有线的网卡 就不是我们传说的10G 但是呢 它比普通的千兆要快2.5倍 那么它的网卡芯片呢 其实是瑞玉家的RTL8125B啊 是一个2.5G的高速网卡 这种网卡有什么用呢 其实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现在千兆网络的网卡呢 已经无法满足一些高端玩家的诉求了 那比如说你家里要是有个NAS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速度比较快的路由器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2G 2.5G的接口啊 去组这种高速的局域内网 那比如说你的NAS 你要支持2.5G 然后呢你板子也支持2.5G 那么你在对考的时候呢 你可以获得一个更快的这个传输速度 比以往的千兆还要快得多啊 当然了 如果你是做了路由器的话呢 你就要需要购买支持2.5G的这个网卡的这个路由器 你才能达成握手协议啊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对一些对家庭局域内网友要求的玩家啊 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大家还可以看到它后面这个地方呢 有5个3.5毫米的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啊 那么它的声卡用的是瑞玉加的ALC1200A的芯片 那么这个螃蟹真的是加大液大啊 就是在中低端的板子上啊 很多的网卡和声卡芯片啊 基本上都是用的螃蟹加的 就是我们说的瑞玉好吧 因为它的logo像个螃蟹啊 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那么呢它这个声音模块有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它具备一个AI降噪的效果啊 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实际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to hear the effect for yourself this exclusive ASUS utility filters out loud keyboard clicking background chatter and any other noise that can disturb your communication OK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通过这个麦克风AI降噪的功能呢 可以让我们实现对一些比较普通的麦克风呢 也能让它拥有很好的降噪的效果 这样呢就可以提升你在游戏啊 或者是跟别人视频通话时候的体验啊 这个呢也是华硕今年TUF Gaming系列 这一块的B550主板比较主要的一个卖点之一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板子肯定也是支持神光同步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板子上有一些RGB的接口 那我们通过这些接口呢 可以对整个外围的支持神光同步的硬件呢 进行一个同步效果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主板本身的针角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两个USB2.0的前面板的接口 然后呢还有一个USB3.2 Gen1的前面板的接口 那么通过这个呢 它可以对一些机箱上的前置面板的接口呢 进行一些拓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板子还自带了四个风扇接口啊 除了这个CPU本身的CPU风扇以外呢 还有一个OP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泵啊 什么的都可以接 就是满转的接口啊 然后还有两个机箱的风扇接口 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中部这个位置啊 那么他们都能通过 华硕的智能风扇控制软件呢 来进行统一的风扇调控啊 这个也是华硕的板子 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华硕的板子呢 它有一个软件叫做奥创控制中心啊 就是在那个Win10的这个商店里可以找到 你可以在里面呢 控制灯效 也可以控制风扇的转速 然后呢 其实很多功能都是应有尽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说 什么人比较适合买这个板子呢 那么其实说到B550的板子呢 我个人觉得它现在刚上市的话 其实不是太便宜的 因为你如果看B450同样的型号啊 差不多也只要600多700块钱 但是呢 这一片板子差不多要900多 接近1000块钱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打算购买Ryzen 3 也就是三代绿龙平台的 那我其实更建议你去买B550的主板 因为呢 B550的主板呢 可以为你的后期升级提供更大空间 那比如说 现在这个PCIe 4.0的这个 M2 SSD的价格也在不断的往下滑 那么据我所知啊 已经有不少厂商打算在下半年 推出这个1000元以下的PCIe 4.0的M2的产品啊 那么呢 这个你可以方便后期对你的平台进行这个PCIe 4.0这块硬盘的升级 那么 同时你现在如果购入锐龙三代的处理器的话呢 它其实最大的特点是 它可以支持PCIe 4.0 这是它跟前面那一代CPU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那你拥有这个B550的板子 你可以通过比较少的预算呢 去拥有这个PCIe 4.0的平台 那么对以后你的升级呢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整体来说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使用B550的主板呢 去搭建新的平台呢 预算肯定是会比B450要高一些 但是呢 相对于X570而言呢 其实已经是低不少了 再加上本身B550平台 其实它现在的超频能力都还不错 比如说它内存也能超的比较高 所以呢 其实对于部分终端呢 或者是入门级的朋友而言呢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好了 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然后呢 或者私信给我 那一起探讨 好吧 那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微博微信公众号 然后呢 我们的官方网站是ck.tag.top 然后呢 大家可以扫码进入QU群 向我提问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投币 评论转发 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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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